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先会总四十多岁的女性,所面临的面部衰老问题,所谓,有则改善,无则欲保,这样更能判定哪种方法更适合自己。 四十多岁女性面部状况,面部紧致不在,松弛伴奏着下垂,下额缘模糊,部分女性还存在脂肪堆积,皱纹都很明显,或许还会有眼大,局部油脂分泌旺盛的现象也可能会卷土重来。 重点是,毕竟的女性,雌性激素分泌减少,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,更容易衰老。 接下来,为大家介绍下线雕,拉皮是如何进行面部年轻化管理的。 一,线雕,线雕是通过在面部植入可吸收的医疗用品,将其注射到皮肤的真皮层以下或皮下,按照希望的方向制造皮肤的张力,使皮肤恢复年轻的状态。 6-8月后,线基本被吸收消失后,后期的作用主要是靠胶原蛋白维持,而采用医疗用线主要是皮皮肤线。 它的主要的特色是收紧,提拉,塑形,矫正等,针对的层次主要是在真皮深层,前表肌膜层,并且没有在smouth层做玻璃和肌肉的提升副位。 机械固定的效果都是暂时的,而根据40多岁的女性面部劳化程度,意味着改善前表层意义不大,需要对皮肤进行深层次的改善,所以线雕更是和30岁左右的求美者。 2-2拉皮,通常所说的拉皮,是通过手术的方式,将面部松弛的皮肤向后向上切拉,使面部皮肤处于紧绷的状态,同时把面部深层筋膜等组织,也向不同方向适度提紧。 部分求美者在手术时需切除多余的皮肤,拉皮手术就相当于,把一个已经松弛变长的弹簧,切出一部分,面部看起来又变得紧致,饱满了起来。 虽说拉皮手术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18岁以上,但由于创伤比较大,很多人都不作为首选,到50岁以后,面部出现严重的松弛,下垂的情况,相比其他面部提升方法,大拉皮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。 一般经验是,面部老化严重的,手术后可能年轻的幅度会更大一些,比如,50、60岁松弛老化,很明显的人做完以后,可能会回到10年前面部年轻态。 建议,对于40多岁的球眉者,如果无法接受拉皮的创伤,面部五层提升是不错的替代品,它属于微创型的手术,虽说切口更小更隐蔽,但是效果上一点都不打折扣,还更精致,并且维持时间上,也不比拉皮短,与安全变美的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